你不願意給 不是平均太低嗎 不是不願意給 是真的因為結了婚 然後有小孩這件事情 然後又有工作的時候就會很忙 然後很忙那時候 就會覺得想要休息 然後老公就會說 沒關係你就比較懂 不會像那就是 剛結婚的時候這麼多 但是還是會正義 這一週 就算週還會算月 還是算月 什麼 一週喔 算週的嗎還是算月 他就說那個字是算週 平律平律 平律平律 因為老公其實會 就是會 會conflict 就說就是 他會覺得說 要有這樣子的 生活才是夫妻這樣 對 要寄婚之親還算是夫妻的 對對對 妳不願意給 不是平律太低嗎 不是不願意給 是真的因為結了婚 然後有小孩 這件事情 然後又有工作的時候 就會很忙 然後很忙 那時候 就會 絕對想要休息 那老公就會說 沒關係你就比較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就說 不行我很累 他就說我沒有時間 他說我只要三分鐘 哈哈 當然這就是生活 就是外國人 他可能比較用 生活情緒 他就會這樣講 那 我就知道說他就是在 卡牌的時候 就是太小了 那妳們現在算是複雜嗎 嗯 從目前來講 應該是 對對對 是我們知道那個三千萬 還是有變少 還是有變少 還是有變少一些 變少一些啊 這中間有問題 變兩千之類的 好像一千 差不多差不多 一千萬 對對一千萬 已經還兩千了 那也蠻快的 那還蠻快的 沒有蠻快的 大家都沒有看我們辛苦的時候啊 就是 就像養小孩啊 對不對 大家說欸很快是長大的 其實沒有 其實我現在自己 自己沒有什麼花 花什麼錢 現在就是有錢最多 因為我要接小孩 租金啊 就房租 生活費 教育費要十幾萬 教育費 因為腳上的工業 我想 其實是還好的 他們目前 比較花費的就是 每一個選一 因為他現在也在學舞蹈 對 然後 哥哥的補習 還好就是單科而已 錢都還好 所以花費並不高 算他要十萬 差不多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又欣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依佩 三粒嚴選 最好算 三粒嚴選 最划算 你記得來看我雙十一 一定要鎖定 三粒嚴選 三粒嚴選 三粒嚴選